一週時事通識 國家醫療保障局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式公佈 國家基本醫療保險 工商保險 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 這次是自2000年第一版 醫保目錄發布後 國家首次對目錄品種進行全面塑理 醫保目錄的調整有利於緩解用藥櫃問題 減輕民眾在醫療開支上的負擔 國務院同意山東、江蘇、廣西、河北、雲南 和黑龍江六個地區 新設自由貿易試驗區 據敦煌研究院院長趙昇良介紹 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首個模擬研究平台 多場偶合實驗室已投入運作 平台將有助破解石窟、遺癌風化、 壁壞、嫌害等問題